这位正在和家人视频的是西藏军区谋旅指导员罗玉坤 上半年休假时因为执行紧急任务被召回 还有30天的假期没有休忙 恰逢年底事情又多 就在他对休假的事情不抱希望的时候 机关的安排让他出乎意料又惊喜万分 感到很意外 今年连长出去执行任务 机关现在又比较缺人 没想到上级还安排干部到我们连队待职 让我回去休假 心里暖暖的非常感动 应休必休 能休进休 是西藏军区保障官兵权益的一个举措 他们还将各种事关官兵切身利益的政策法规汇编成策 集中进行辅导学习 确保官兵的权益保障落到实处 在日常工作中 党委支部是第一关课 就像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事关选进 如果哪个战士平时表现不好 支部平易没有过 那最后全取事关 那是不可能的 交明白账办明白事 是西藏军区扭住官兵主体抓建设的着力点 各级党委定期组织开展双向讲评会 面对面点问题提意见 双向承诺办实事 共同监督促落实 现在各级监督举报方式 我们营区都张贴公事的 有什么问题我们及时都可以讲 什么调查上级也及时会给我们回复 我觉得这个方式非常好 我们经常讲 部队的举起是官兵 是基层 中心工作是战斗力建设 我们不仅要讲出来 让官兵们听到 更要在举起的工作中 让大家看到 感受到 强化广大官兵的情感认同 和行动自觉 只有这样 才能形成练尖兵兵 摸打赢的正确道向 实现能打仗 打胜仗的 长人目标